一觉醒来,火箭有四条消息,第一条,著名游戏公司EA Sports,在今天公布火箭后卫战姆斯哈登的NBA Live,19数值,94,EA评价,从MVP赛季归来,继续期待, 哈登在NBA Live,18中的数值,位95,排在得分后位第一位,哈登在做客节目时还学起了中文,说的是火箭式冠军,今年球萨西哈登来中国,校编也亲眼看到了哈登,他在球迷面前,说,的是新赛季的目标,就是总冠军,第二条消息,据维克森林大学官网消息,保罗乡武校维克森林大学, 捐赠250万美元,以支持维克森林大学的篮球发展,捐狂将用于改善学校男子和女子篮球队的各项设施条件,作为回报,维克森林大学男子篮球队的更衣室,将更名为克里斯保罗更衣室,最近NBA很多球员都做起了公益活动, 这才是篮球最美好的样子,第三条消息,根据Shames的消息,安东尼已与火箭达成口头协议,安东尼上周已经度过了成星期,Shames趁他已经通知火箭,他决定从非洲回来就会立刻签约,根据此前的消息,安东尼近期一直在参加NBA球员工会组织的非洲型活动, 现在火箭球迷可以不用担心,有什么意外了,安东尼之所以迟迟没有签约,是因为不在美国,并不是很多人说的那样会出现意外,走了阿里扎,巴默特,现在换成了安东尼,恩,尼斯,麦夏威,只要安东尼能够与哈登,保罗发生化学反应,重新做回自己,火箭与勇士还有很大悬念,总感觉,安东尼的囚风, 约火箭绝佩,在这里有坦克,安东尼可以不用打四号外,此前阿里扎,巴默特都是防守型的球员,但是并没有限制住杜兰特,进攻也许是最好的防守,安东尼和杜兰特可以对得上,最重要的是,有了安东尼,他与何林会有很多好戏看,季后赛要的就是气势,最后一条消息是X因素, 近日,热火球员詹姆斯·约翰逊陷入了交易留言当中,而詹姆斯·约翰逊也是删除取官们和热火相关的信息,除尽他的个人INS,也只剩下了两张照片了,值得一提的是, 根据著名记者扎克洛维报道,此前火箭曾和热火讨论过关于安德森的交易,并且也表达过对詹姆斯·约翰逊的兴趣,同时在詹姆斯·约翰逊INS声誉的两张照片中,保罗还给其点赞,难道真要来火箭?热火的垃圾合同也很多? 但是绝对比安德森实用,一旦火箭甩掉了安德森,换来了任何的其他球员,这会是比安东尼来火箭更好的消息。